當初對她們有點習慣 就是我們話題聊得很來 然後再加上 我覺得她 演藝圈很多男生可能比較 活潑比較會交朋友 那她比較不是這樣子的類型 那我就覺得說跟她在一起 蠻有安全感的 然後她也 例如說像我們 可能我們在 拍美麗的事的時候是真的好辛苦 那她也是會 進行的譬如說 組個鼓卡納 還是什麼去做一些很明顯的組合 我就覺得我自己覺得 我一起以來都有經濟能力 所以對方有沒有經濟能力 其實對我來講沒有那麼重要 當然對方只要不要看我一眼就好 一般好像覺得說 男生沒有你有錢 沒有錢 沒有他有錢 但 男生的條件 外在條件 但其實 因為從以前我就沒有在乎錢 那 應該這麼講她是一個很享受生活 懂得過生活的人 她就是那一種 你知道她 她是一個就是非常愛看書 她家裡是滿滿 她可以一個整間房間 一整間牆都是書櫃 都是書 所以她就是 她只要靜下來沒有工作的時候 她就是看書 她也不是說會去花花買什麼 所以她 我覺得其實對她來講不是那麼重要 她享受的是 生活 跟 那種生活過年 的感覺 而且其實因為 一方面是她也有工作 她也有收入 然後 二方面是我 自己覺得 我一直以來都有經濟能力 所以對方有沒有經濟能力 其實對我來講沒有那麼重要 當然對方只要不要靠我一眼就好 那爸媽對她有什麼評價 就覺得她 雖然比較安靜 但感覺真的是個男生 因為她其實 比較 不是那麼外向 不會去跟其他女生聊天 然後 比較會是 包括在自己的生活 跟工作上面 然後 她也是 滿照顧我的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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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加上 我覺得她 演藝圈很多男生 可能比較 活潑 比較會交朋友 那她比較不是這樣子的類型 那我就覺得說 跟她在一起 滿有安全感的 好 她也 因為 譬如說 譬如說 可能我們在 在 拍美麗的事的時候 是真的很辛苦 那她也是 會 進行的 譬如說 煮個 舞蹈啊 還是什麼 去做一些 就是很開心的結果 所以都沒有 考慮要結婚 沒有這個 打算 她也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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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本來我們兩個人 就是 比較沒有覺得 一定要去 完成什麼 什麼事 或者什麼 對啊 因為 像我家 我姐姐已經有小孩了 就是我爸媽都很舒服了 那就是 事到如今 我媽也覺得 就是我過得開心 其實也不太重要 就是她也覺得 嗯 兩個人開心 總跑過 嗯 如果我需要 有更多的壓力 或者是 我有需要更多 你不說我現在如果 結婚生小孩 我勢必往後 就是我還可能 還要再辛苦了20秒 那我媽媽就會覺得說 其實 她也希望 尤其是我結婚 然後她就希望說 至少我生下這個女兒 就是很開心 就好想做什麼事 就做什麼 嗯 所以你自己 不會想到 想到我 嗯 就是 我現在想到我啊 啊 哈哈 我們不敢講這句話 哈哈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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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兄弟 你兄弟竟然聽要這樣 聽要斷了 想法嗎 對啊 你兄弟就知道 當他今天改變 哈哈哈 那我怕 你還想嗎 想說 已經對方很好 其實我覺得還好 我們就是 真的大家都拍太美了 對 然後 因為我真的覺得沒什麼 所以我覺得 見面又或者是 因為我們兩個 其實也都很專業 我覺得我們 也都還是可以繼續演 演 很專業 很專業 對對對 然後我們還是會溝通 然後 感受 做 你說事發之後 對 還是會勾 做 做 對 分別 可以 告一 夠 走 那